那么我国25岁的阿美族青年赴乌克兰参战阵亡 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至今沈默 外媒分析恐怕是怕得罪北京当局 详情要请韵文说明 来看到关于我们的阿美族青年曾圣光 他才25岁 从国军退役之后就自愿前往乌克兰参战 是帮忙来对抗俄罗斯 但是很不幸的他已经是阵亡了 我们就来看到圣经党外媒认为 他的阵亡消息似乎是让泽伦斯基有点尴尬 怎么说呢 这是根据美国的政治报Politico指出 曾圣光他是抗俄保屋 不过他没有说出口的是抗中保台的起手室 而虽然现在很多乌克兰官员都有公开的赞扬他 哀悼他 但是目前为止泽伦斯基都保持沉默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会担心到得罪了北京 为什么其实在战前乌克兰跟北京的关系是蛮好的 北京的一带一路乌克兰是一个中央窗口之外 就是现在看到是中央的关系似乎是更加的友好 而且没有上线 而且其实看到是二月份开战以来 泽伦斯基都很希望跟习近平可以通话 请他出面调停这个战争 只不过现在这通电话目前为止都没有人接 好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报导说 一次有俄罗斯前线的官兵写信给长官抱怨他们被卷入令人无法理解的战斗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再来请教韵文 来看到一个俄罗斯的一个知名的军事部落格所公开的 就是他们的前线官兵写信给后方的地方的首长来求援的信件 这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的155旅官兵 写信给正是位在滨海边疆区的首长 点名说他们的前线的指挥官实在是非常的糟糕 指出他们的指挥官这名穆拉多夫将军跟另外一名长官 把他们丢进一场是令人完全无法理解战斗当中 而且过去四天内呢其实有多达300多名定休折损 可能死亡或是伤亡或者是呢可能失踪等等 而且军备也折损了五成之多 但是长官却是扭曲了伤亡的数字 并且能想当高层红人 他们认为说到底要让庸才来策划这个战争多久的时间呢 我们就来看到这位官员他就回应说呢 有联系了他们前线的指挥官 那也确实这个官兵的伤亡损失是有的 只不过他认为这个伤亡的数字不像外界传的那么多 他认为是比较轻的 所以不能看出是俄军为何在战争当中一直都蛮不顺的 G20峰会下周将在印尼举行了 而印尼总统和普京通话之后 他说强烈感觉普京这一次并不会出席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再交给韵文 这是关于呢G20峰会将在下周二到下周三 就是11月15号到16号在印尼的巴黎岛会登场 而这个主办国的元首印尼总统左科卫呢 他就表示说他上周曾经跟着普京通话之后 他强烈的感觉到普京可能不会出席G20了 并且还声称其实西方国家是施压 要求他取消邀请普京这项决定 他感叹是说呢 其实G20并不是一个政治的论坛 而是各国的经济合作的发展的舞台 但是现在因为这地缘战争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我们再看到是为什么外界会关注普京 到底去不去这个G20 因为这是从二月份开战以来 如果他去的话将会是首度的跟着拜登等 北约国家的领袖们一起同台面对面 所以呢各界都很关注 那也传出说他可能会是以这个视讯的方式出席 而现在俄方表示呢 在本周就会做出决定到怎么去 或是去不去的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来看一下 那么再看到是乌克兰方面呢也有受邀 不过呢泽文斯基表示 他只要是普京出席的话 他就不会去了 只不过现在乌克兰也说呢 他们可能会是以这个视讯方式来参加G20峰会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